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使 天使去哪里了 啊 原来宇宙王他答应了要让王子耶稣成为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他应该怎么样呢 是从高高的天空把一个小婴孩小baby丢下来吗 啊哈 不是哦 宇宙王说啊 王子耶稣他必须要和我们一样 从小小的胚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经过十个月慢慢长大长大长大 啊 小朋友 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出现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吗 每一个生命的行程啊都是宇宙王奇妙的创造哦 也是爱我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之后所产生的爱的结晶 缺少一个都不行哦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从一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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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属于像小小小小小那么小慢慢的长大长出了头 长出了手,长出了脚,还有身体的各个器官 等到全部都发育健全了 我们才从妈妈的肚子里面 也就是你们看到娃娃哭的小婴孩的样子了 还有还有,你们看看你们旁边的人 有没有发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呢? 即使是双胞胎,也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哦 因为宇宙王,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创造哦 啊,对,但是呢,王子耶稣 他虽然是以人的样子出现 可是他同时也是神的身份 他的出现还是有一点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哦 小朋友,你们要注意听哦 这一天啊,宇宙王就对他最大的天使说 去告诉玛利亚,我选择他作为王子耶稣在世界上的母亲 再告诉玛利亚,我选了他作为王子耶稣在世界上的父亲 很快的,天使加百列飞了起来 他在玛利亚的门口停下 天使进去对他说 你好,恭喜你,你真是蒙福的女子呀 哦,玛利亚被这突如其来的人吓坏了 他更因这话惊慌起来 他不明白天使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天使说,不要怕,玛利亚不要怕 上帝与你同在 上帝派我来告诉你 你将怀孕 生一个儿子 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他要教导万民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我还没结婚呢 怎么可能,怎么可以怀孕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会把孩子赐给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保护你 因此啊,这婴孩必称为神的儿子 在上帝来说 没有不可能的事哦 玛利亚听了天使这么说 她虽然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但是她愿意顺服 她说,我是主的侍女 无论上帝要我做什么 我都会照着做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这个时候 其实啊,玛利亚 她已经和约瑟订了婚 约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玛利亚很爱她 可是玛利亚不确定 约瑟知道了天使说的 关于耶稣的事情后 是不是还会要和她结婚呢 嗯,她把这事告诉了约瑟 然后他们决定 把婚礼取消了 不结婚了 因为约瑟不想要玛利亚 成为上帝眼中不信实的人 那一天晚上 约瑟回到家在睡觉的时候 天使就来见她了 天使告诉她 约瑟,约瑟 玛利亚所怀的婴孩 确实是上帝的儿子 但你不要把婚事取消 要把玛利亚取过来 要与她一起养育这一个孩子 她的名字要叫耶稣 因为她要把她的子民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约瑟醒来后 哇,她把梦告诉给玛利亚听 他们满心欢喜地 在上帝的祝福下结婚了 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了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要来看看 他们还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哦 小朋友,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